这个就是阴谋来的 美国人啊很过分的 包括唱我们马来西亚 也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阴谋来的 他们只会每天在那边 每天在那边捣乱啊 搞乱亚洲啊 你们最好不要联合啊 如果我们和平起来 亚洲的各个国家和平起来 你懂对美国有多大的影响吗 美国肯定完蛋了 真的真的 你看国际的新闻啊 你能了解到他们在做什么的 特朗普啊 其实他根本都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想过 要去打什么战啊 没有因为他自己本身 都已经cut掉那个军费了 不懂从几个亿cut到 只剩下几个亿 他还要去打战啊 他还没有上台之前 他讲他要搞经济 他不是要搞什么 那种台湾的商人 亚洲的什么有 那些全部商人叫叫去美国的 对不对 在那边投资的 连中国都要去的 对不对 还来找中国亚洲巡回的时候 是不是 连中国都去投资几千个亿 对不对 那么他也要顾着他的武器商家嘛 Locky Martin啊 波音啊 他们这些 对不对 波音还有一点饭吃了 没有卖武器 都还有一点饭吃 卖飞机就够了 对不对 那么Locky Martin卖什么 Locky Martin没有做民航机的 Locky Martin是做那个 武器而已的 F22啊 那种战斗机啊 F35啊 全部他做的 对不对 那么他们吃什么 如果他不搞一搞戏一下 一定要弄一点戏的嘛 对不对 人家以为潮水 哎呀 人家有核武器的 对不对 我是觉得 真的是很多东西啦 全世界有很多东西 奇奇怪怪的 我跟你们分享一个 我看过最好笑的东西 笑到我肚子痛 真的是世界无奇不有 我去过一个地方啊 那个洞啊 差不多是 四楼啊 应该算是四楼吧 因为他讲的那种英文 我也听不清楚 怪怪这样 很好笑的 男孩子 如果你在楼下一楼 楼下一楼啊 你就是站在最底啊 你小便啊 小便就好了 不要出声 小便就好了 楼上四楼 听得到你小便 男生 他听得到 我听得 比如说 你是男生啊 我也是男生啊 女生男生都好 只要我们站在四楼上面 我就听得到你小便的声音 你稍微 这样小小声 轻轻的 这样子挖牙死了 然后一声 我上面四楼都听得到 那么女生下去 下面他 你看得到他的 你看得到他的 他喊到他喉咙破 你都听不到 这个是我看过最奇怪的 的地方 世界无奇不有 真的真的 世界真的是无奇不有 那个什么 巴基斯坦 不是巴基斯坦 那个叫什么 那个什么 我忘记去了 那个不是巴基斯坦 不是巴基斯坦 是那个什么 想不起啊 你想得起 你这样 波音也将在设厂 在中国设厂了 一定要设厂嘛 没有要怎样竞争 对不对 对不对 贴钱去美国啊 我跟你讲啊 这个 我 马来西亚贴钱去美国啊 我个人的看法 跟你应该是差不多了 跟你应该是差不多 不过不好讲出来啦 对不对 不好讲就来 我的个人看法跟你是差不多 我觉得我们人生短短几十年啊 有空啊 你去那种比较有历史价值的地方走走 会比较学更多东西咯 不要每天去那个台湾 香港 去哪里 去看那种城市购物 你要购物的话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 没有咩 要去到这样 这样眼去花那种钱咩 对不对 你要出国的话 我建议真的 我每个人都建议的 出国学多一点历史的东西 好像有人 你们知道全世界啊 全世界有多少个金字塔吗 金字塔 真的金字塔 还有 谁知道地球是圆的 在这边谁认为地球是圆的 不是不是我是梳头发而已 谁认为地球是圆的 我们地球啊 不是圆的 以后我们就去 不要跟人家讲地球是圆的 你会很劳愧耶 地球不是圆的 地球是马铃俗壮的 世界最高峰 不是珠穆 那个珠穆兰瓦峰 不是耶 是在秘鲁 一锅多那边 那座山 叫什么名 我不知道 我忘记去 就是那座山 才是全世界最高峰 因为算地壳到山顶 应该是它比较高